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ara Devotion Lent第9天,3月15日,去recap昨天的Lent 現在繼續在Las Vegas,早上早上 今天準備去大峽谷 Bilibara Finance 應該今晚才錄到 希望盡量早點可以去到 雖然盡量早點也好,盡量錄更多 令到零收分享或其他東西不會因為去旅行 就延遲了一個星期 下星期就回到土安圖 OK,今天就介紹這個Logga Farm 19章 如果你注意到19章,其實要回頭 19章第10節,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這就是耶穌和薩蓋 經常會怕讀錯了該薩 無論如何,薩蓋就願意把薩蓋所有的身家 如果烤薩蓋做了誰 他就給回四倍 如果不是,他願意分一半身家給窮人 基本上就是破產 說完之後 他就說中人聽見這句話的時候 又加上耶穌就來到耶路撒冷 他以為神的國化要顯出來 就設一個比喻 告訴他們 這裏意味著那些人看到薩蓋的表現 他如何回應主耶穌去他家吃飯 再加上看到耶穌去耶路撒冷 是否要作王 是否要贈給一夫 帶領我們推翻羅馬帝國 如果他會建立一個新的大位角度 於是耶穌是基於這種設定 去說以下的比喻 這個比喻都很熟 不過就不是這裏 是馬太福音那裏 講三個木人的比喻 這裏有少少不同的時候 重點可能都會不同 有個富翁 他應該是一個貴族 要去遠方 德國回來 德國拿一些咸豬手回來 然後 他有十個賦人 於是交了十定銀錢給他們 然後 叫他們做生意 等他在德國回來 於是 本國的人居然很討厭他 於是 打發人家說 我不願意這個人做王 於是 德國回來之後 就說 你們做生意賺了多少 有沒有馬克 頭一個就說 你一個人 我就賺到十定 於是 那個主人就賺他 你有良善的博人 你在最少的善人中心 就可以有資格管十座成 因為一般是德國 即是有個地 然後 有一個就說 我賺了五座 於是 你也可以管五座 另外 有個 懶蟲 可以說 就說 你看看一定銀錢 我就包在布裏面 我一向都害怕你 因為 你是一個很 厚的人 沒有放下的就要拿 沒有中的就要收 原則主人就說 你這個壞伏人 我要憑你的口 來定你有在 你還要知道 我是一個很 厚的人 在沒有的地方都要拿 在沒有中的地方都要收 為甚麼你不劈去銀行 等我回來 年本帶來呢 對站在旁邊 有人就說 你拿一個他一定給他十定 然後 那個人就要十定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煩有的就要給他 沒有的就連他所有的 就要奪過你 那些仇敵 不認他 即是 德國那些人 就拘捕你 就割了他 說完之後 他就上伊魯沙冷 這裡有幾個 我自己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有幾個 關心 那德國究竟代表甚麼 當然不是現在的德國 是說 在說天國 還有 在說究竟這個德國 和去耶路撒冷 在地上政權的角度 那個的差距 其實我相信 當時的人聽到的時候 既興奮又失落 因為他說去遠方 來德國的時候 很明顯那個角度 就不是耶路撒冷 是一個更遠的地方 那指的是哪裏呢 那時候的人未必明白 但是盧家寫這段經文的時候 相信都已經明白是天國的了 於是他就叫了十個仆人 如果他是可以得國的人 那為甚麼可以得十個仆人呢 讓他們回來 我們便會問 那究竟生意是甚麼呢 之前我們要明白 古代做生意和現在做生意是不同的 現在可能你做小販是一個生意 開店舖也是一個生意 Business 但是古代做生意 就是你 保證要去旅行 你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做生意 你可能是說 你 就算你 農作物那些都不算做生意 因為你都是去市集那裏交換 各方面 在一個以物易物的社會上 我先講過一點點 那你做生意 你是拿了自己的貨 然後去到另一個地方 然後變賣另一種貨 再去另一個地方 基於那樣變賣的貨 又換另一種東西 那最後最後 你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回來 那根據一些歷史的考察 當時的毛利是絕對比現在大十倍的 為甚麼這樣呢 原因是因為 你 當地只有當地的貨 你不會像現在這樣 進到超級市場 就賣掉所有的東西 你那個地方出葡萄樹 的葡萄 出橄欖 就只有這兩樣 如果你要入 油都有的 葡萄汁 拿出來 但如果你要布 你要魚 你要金 你要銀 各方面 你就只有和別人交換 但是因為你沒有 你和別人交換的時候 就已定了價錢 就是那個價錢 譬如你有一口 墨 就可以換到十條魚 這樣才算 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 商人有絕對的權兵 去控制那個價錢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在遠方 很遠遠的地方 究竟他的收益 是怎樣 以至到回報是巨大的 所以一定銀子 賺十定 不是一個誇張的比喻 問題就是 你夠不夠膽 夠不夠膽 夠不夠膽 去到準 夠不夠膽 去遠一點 但是要承受風險 因為你越去得遠 你的回報可能越高 因為市場的差距越大 對於價格的 information 越低 你的回報就越大 但是你沿途會不會遇到賊 你那些天氣會不會變壞 另外就是你那些水果 如果你在賣水果 你會壞 那你可不可以去到這麼遠 所以這裏說到 那些伯仁 重要的是去搏 敢去到盡 但是有其中一個 他就收賣了些錢 我們又要看銀行 我之前都解釋過 總之他不是真的銀行 其實是叫他放數 放數的回報 以前來說都是高的 但是我不嘗試再解釋太多 那這裏就是說到 那個不肯博收賣夠錢 在這裏的時候 就被主人罵了 但是在那個伯仁的眼中 其實他覺得主人是harsh的 為什麼 他可以在好像無靈兩可的地方 他依然要那些伯仁 在伯仁身上來拿好處呢 但是如果你問心一句 主人本身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不是他harsh 而是他有能力 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他都可以得到一個角度回來 何況是 那個伯仁 那個伯仁跟從他的時候 同樣應該有那份智慧 同樣應該有那種薄殺的精神 那最後那個賞賜是大的 人的能力一定是賺到十定 但是原來有十定的時候 他有能力去管神給他的那十座城 那沒有的時候 我就拿你了 這個經文給我的反省就是 究竟天國裡面 我們說我們是跟從耶穌 我們說看到耶穌 好像很有好處 我們跟從他 他會得國回來 那麼我們究竟可以去到幾近呢 那麼 信套來說 圍內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相對來說 take risk的能力是低一點的 我們不會賭錢 which makes sense 但是我們 譬如讀聖經的時候 你發覺我們永遠都是讀新藥 永遠讀來讀去 或者教來教去都是那些經文 這個做帶領的都有些責任 那麼 對於啟示屋 我們不敢看 我們也不敢嘗試去解釋 因為怕解錯了 那這個就是不肯take risk 那譬如傳福音 或者是侍奉各方面 那這段經文 我相信不只是指導傳福音 因為你看到他講的內容 他涵括的是天國裡面 那這個不只是困死傳福音 譬如薩蓋 他都會去分開所有家財給人 那麼我們 在周制上面 我們去到幾近呢 我們在 譬如事工上面 我們去到幾近呢 我們是 永遠跟著那套版府來去做 還是我們會 想多些 如果神覺得這件事是甚麼 Why not give a try 例如 譬如 我們在North Bay 永遠的模式就是 去講一段訊息 去分享 有些東西吃 那去年就有個創新的機會 就是 可以去跟他們一起去搞一個 Christmas Operation Child 弄鞋盒 這樣 那這個對於 吳小弟兄姐妹來說 是一個創新的 因為他們覺得不知道那些人 會不會肯投入去包鞋盒 他們又 資料不足 他們 可能 貧富學生 各方面的東西 我們會有很多的關心 但是 我自己會覺得 Why not give a try 希望他們試了之後 他們都學會去施語 雖然是小小的東西 其實這個鞋盒有多少錢 Come on 吃一頓飯都在 但是 你也是一個 taste 去告訴他們 在神的角度 或者在人的角度 你需要來互相幫助 你將自己僅有的祝福 最後 最後 在最後 是一個成功的 一個活動 他們都享受 還有 有投入參與 這個是類似 take risk的一個 途徑 有時候 傳福音 或者是 跟一些未信的人分享 其實 為何你不可以 叫他為你祈禱 為何不可以 分享多些聖經 Why not give a try 最後的回報 是否實定 我不知道 但之前都說過 天國好像是一個投資 不是純粹一個付出 你看到回報 就值得你去搏 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Milibala De Ocean